大家好 又到大師五間教路 雖然這幾天其實就有些壞消息出 但見到市的反應都不大 特別是對貿易戰的反應 似乎市場暫時來說 已經沒有太大的影響衝擊 今天的港股也再升到二百多點 其實從星期一開始到現在 你見到每天升一些 好像升了又要回吐 但最終又升了一點 連續幾天已經升了上來 看回成交是慢慢加大 加上今天來算是主力騰訊 騰訊夾升了十元 一度升了十元 十一元 現在都升了八個多 而且你見到中資金融股 開始有力做好了 A股也雖然說這幾天衝下去 但你也見到技術上 衝到二九一 二千九八九十二 二千九八九十一 做事兩三次都不穿 我覺得短期要夾空倉的機會大 而且市場氣氛在過去兩三天 開始比較淡一點 紅症的比例也相對增加不少 特別在騰訊那裏 竟然是紅症多過牛症了 所以這些造就著一些大夾的機會 恒指現在去到二萬八千六 我想這兩天會有機會試 多一次二萬八千八 二萬八千九 但是我又覺得 未是這麼快完結的 因為這次衝上去的力 似乎不是這麼簡單 騰訊又升了 現在落後的港交所 平保這些都會追回一下落後 還有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你見到貿易戰 就算是二千億五千億 又加到二十五個百分 中國又還擊又八六億 美國又繼續進行八六億 那你見到市場沒有反應 開始留意一些 在貿易戰受傷害的股份 譬如出口股 一些電訊科技股 或者像之前的孟洲一樣 孟洲今天還做了一件事 衝下去做了五十二周的新低 即日反彈 這些短線也可以搏 當然這是一個中短線的看法 就是會有反彈落 但是長線仍然彈完之後 都是看淡 不過我相信這個反彈落 不會是一個多星期完 可能會延伸到八月中八月尾 直至到八月底 市場在高一點的位置做結算 究竟有多少呢 見步行步 但是初步我會定了一個目標 就是兩萬九至兩萬九千五 即是兩萬九千五六 就是這個二百十天線 那這些位置 可能才會出現 我們反彈要食戶了